民众一直在跟我抱怨说 市政府的进度为什么这么落后 明代指着后方的大片土地 随处都能看到施工的痕迹 这处位在沙路火车站的后站工程 里头的后站广场不但已经新建完成 就连对外道路也都打通 但还是迟迟无法开放启用 让地方市大感不解 因为你路开的话 停车方便 就是搭车的话 不会像沙路那边市场 那边比较拥挤 车都会塞车 因为我们交通都这样撞到 现在路在做 天球在做 大家在走车都这样撞到 这里通行车 大家要去刷路就比较方便 这样很浪费资源 待会我们真的要用的时候 是不是都够败处 就在上头做 明代表示当初会新建沙路后火车站 主要是为了方便附近的 无期沙路等居民 能够免去绕道的时间 就能直接从后站来搭车 也能舒缓前站的拥塞问题 从四年前开始就陆续动工 后站的硬体设施 也都已经建设完成 但现在却卡在土地重化 有地幕变更的问题 导致工程不断延宕 也让地方大骂市府效率不张 因为我们这一个自办重化的问题 而且进度只有达到42% 造成我们整个后站的这个规划 进度落后 没办法接受市政府这种怠慢的 这一个工程进度 我们民众希望市政府 尽速的完成这一个工程 不要造成民众的困扰 而且民众也抱怨连连 希望市政府尽速的完成这个工程 对此负责接管的重化会则表示 目前重化区进度大约为4成左右 但由于临时更改相关的重化内容 再加上还要等市府审核通过 才会导致完工时间一再拖延 而大家关心的开放旗程 最快也要到年底才能让民众使用 这是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